大家好 土工国的泪斗还是蛮汹涌的 今儿个听到的消息,说这个 张有霞把这个习包子亲自提拔,亲自重用的,亲自相信的这个陆军的政委 中国人民土工军陆军的政委叫姓秦 一个姓秦的人,陆军的政委秦淑 陆军同上将 今天把他给抓走了 上将是习包子亲自安排,亲自提拔,亲自颁布,亲自授予上将仪式的 这个故事太有个意思了 然后我也不明就你呗 然后就问了北京的一些兄弟 他们说这个习包子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 最近这个抓了好多人 中纪委也在抓习包子的人 军队抓习包子的人抓得更狠 习包子当年怎么收拾别人的 现在这个自从党中央啊,自从中共开始搞什么 加强党的集体领导 这个口号喊出来之后 就三中全会前后喊出这个口号是不是 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之后 这个中纪委 抓习包子的人 军队的这个军纪委 抓习包子的人 首先抓的第一个人物呢 就是现任的陆军政委 秦树童 上将 习包子亲自提拔 亲自认命 亲自 这个 授予上将 军衔的这么一个人物 这个是非同小可 那绝对是习包子 看不住 哑巴吃黄连 是有苦说不出 他当年就这么搞别人的 大家记得当年 抓这个 王岐山的人吧 抓了任志强 小人物一个 还好 结果就把这个 董红给抓了 他都这么干的 你根本就保不住 为什么保不住呢 是因为王岐山自身难保啊 当然周永康也是这样干的 胡锦刀温家宝 把周永康身边的 他的马仔 什么成都市委书记 海南省的省省委副书记 什么石油部的部长 这个那个的 全都给抓了 周永康就眼看着自己的 马仔自己的 这个部队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的抓呢 那他不想造反吗 他当然想造反咯 但是心有余而离不足啊 你自身难保呢 一般意义上啊 刚当开始 你的对手 开始抓你的身边的最红的人 最信任的人的时候 你的自身就难保了 很快说不定你也就要被抓了 细胞子其实很危险的 所以他们讲细胞子 现在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你当年怎么收拾别人的 别人就怎么收拾你 同时这个军队又抓了这个中国航空公司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军队的公司 是个兵工厂 是个军工企业 董事长 现在谈的人也给抓了 都是给抓 一个是给细胞子干坏事的 一个是给细胞子 赚钱的 都是细胞子的人 细胞子 这时候 想保他的人保不住 所以你这个东西 我们这些人就觉得你不是细胞子一言九鼎了吗 不是细胞子一尊的吗 细胞子牛逼的吗 是不是 所以上一集我们说过的 说这个细胞子 他现在军权没有了 是不是 他现在想 又想把经济的权力搞过来 抓经济亲自领导亲自搞经济 搞习近平经济学 然后呢 看能不能把这个逝去的权力又夺回来 不行 所以军队抓他 抓的很厉害 这个中纪委这边的抓了他细胞子的一个人 也是细胞子亲自提拔的 教育部的一个党组 党组书记 就杜于波 连口子都被抓了 啊 我跟你讲 没那么简单 你 你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啊 你千万要看 看情况看清楚 细胞子 没那么强大 北京的这帮兄弟们说的啊 说细胞子现在就是呢 为什么说他哑巴吃黄年是有苦说不出呢 就是你20大的时候 你就不应该让张有霞这样的人 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他应该要退休呢 他的年龄到了 是不是 但是呢 他自己要当皇上 20大不退休 然后必须有军队的人支持他 所以他就用 用据说300亿吧 也不知道是人民币还是美金啊 当时说300亿美金有点太多了啊 咱就说300亿 人民币吧 去收买这个张有霞 张有霞就给他 就是辅佐他呗 让他登基呗 但是这个东西啊 你中国的老话 你拿人家的 叫做什么啊 你用了人家 你所有的一切的 一切的内部的资料 一切的内部的名堂 人家老张就知道了 老张又不是一个吃素的人 是不是都老政客了 老共匪了 他清楚的很 他反过来就要拿住你 你说是不是 所以以前有人说的嘛 中国有句老话 不是有句老话 中国就是像 习近平王岐山他们怎么说的呀 一起嫖过昌 一起扛过枪 一起下过枪 是一起 是兄弟 那兄弟是在什么时候才是兄弟呢 就大家都顺风顺水的时候 大家是兄弟 一起嫖过昌 一起扛过枪 一起下过枪 是不是多好啊 就是光屁股的朋友 是吧 但是问题是你在 面对诱惑的时候 就是当你有一天两个人都在往上爬 两个人已经形成竞争对手的时候 你这个一起嫖过昌 就是一个麻烦 你这个一起扛过枪 就是一个麻烦 你说是不是 你说共产党的那些个共匪林彪 刘少奇 彭德怀 毛泽东 是不是 那些个贺农 这些个孙子哪一个不是一起嫖过昌 一起扛过枪 哪一个不是共同睡一个女人的是不是 共产共妻的人的呀 应该是好朋友啊 兄弟啊 同意在同一个洞里面 战斗过的人呢 是不是 为什么后来就互相残杀呢 因为大家面对一个更 大的权力的诱惑 我不干掉你 你就会干掉我 所以必须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 习近平把王岐山 摁得死死的 为什么呀 因为王岐山知道习近平的内幕 知道太多了 知道你几斤几两 那张药霞也是这样子的 是吧 你用张药霞辅佐你 让你登基 但是张药霞对你的所有的一切的丑行 全部知道 你这个时候你要么有本事把老张干掉 要么呢 你没本事 你就被这个老张就就就给吃定了 吃死你 是不是有些人就这么干的 这习包子 你放心好了 他这么不讲规矩 他这么到点不退休 总有一种力量要对付他的 你不知道的 也许张药霞就是一个 比习包子更狠的这么一个 一个共匪 你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这些人入戏不要太深 你就看热闹 这是习包子自己 种的恶果 自己就慢慢的就就享受吧 是不是 然后老张把习包子提拔的这个将军 上将给抓了 这个年晚哪割呀 是不是 正常人应该找一块棉花把自己给撞死 算了 完了以后张药霞还亲自去接见美国的这个什么 安全的顾问 开玩笑 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救你啊 很复杂的一个事情 这个金城的饭局有些兄弟就说的啊 我看他们在那里有些离言违语的跟我说的 说其实包子里呀 对土工军对军队的控制力还不如当年的胡锦涛呢 当年的胡锦涛他也是没什么力量的啊 因为首先中央 中共中央常委里面是九农治水 军队里面的两个军委副主席 都是老江的人 一个是徐在后 一个是郭伯雄 完了以后胡锦涛根本就一点权力都没有 但是呢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还是有点规矩的 因为胡锦涛江自民都还是多少懂点规矩的 面子上还是挂得住的 胡锦涛一般的不怎么动军队 但是一旦动了军队还是给他一个面子的 习包子你想想他这些年 他对军队的控制其实是很差的 他特别想打台湾 他特别想派兵去搞这个什么 搞这个什么乌克兰的事 但是 你比如火箭军为什么被他抓光了呢 因为不听他的指挥呀 什么这个军那个军的都被抓了 为什么不听他的指挥 他没什么太多权力 所以呢 包括这个军委的副主席 军队的人 彭丽媛 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个中中中少军 这些个东西上不来 不能让他上来 军队有一股巨大的力量 在阻击 细胞子 也许不是个什么 高大上的事情 但是就是不买习包子的账 为什么呀 很简单 就是你老习 老包你没有在军队里面 干过一天 军队这个地方啊 他是非常非常非常讲自立的 非常讲自立 就是当年的这个 江泽民 如果不是邓小平亲自说 我是核心 我以后就是你 你就是核心了 所以把军委主席交给他了 必须是老习 老邓亲自对着所有的军队说 以后江泽民就是核心 里面天塌的 是不是 完了以后呢 老邓又用这个刘华清 这么一个老 所谓的老红军老共匪 在军队里面当军委副主席 然后把你江泽民控制的死死的 他都安排好的 胡锦涛上来 当军委主席 老江为什么要认呢 因为胡锦涛的这个 所谓的隔代指令 接班人是邓小平 给他亲自背书的 是不是 所以江泽民你不敢不认 所以军队里面有些人呢 他因为效忠邓小平 效忠刘华清 所以他们对胡锦涛也挺 也挺 服从的 从来没有说这个一个军委主席 像习包子一样 对军队如此的没有控制力 他对军队的控制力 甚至不如当年的胡锦涛 这是我 今天听到的最新的观点 所以你就知道老张把这个习提巴的这个 将军上将 给抓 这个事 背后有大文章 以后有什么新的内容 我们及时播报 谢谢